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文献如今已是七级黄级数列时 前往华神海了 阳狄大人绝无可能 当年莫宣二之事 他便发誓 再也不会踏入天水国一步 其他几人若想培养云霄 直接一道令下 就算是火污帝国也绝不敢直升 那 为何一定要是这五人 难道除了古飞扬的弟子 还有人也会这招 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五位大人 但还有一人 比他们更加了解这大风云长 难道 当然就是古飞扬大人本人 古飞扬 古飞扬 怎么会 古飞扬十五年前 落于天荡山脉 是人竟些知的事情 他怎么可能 这天地之间 绝没有人可以杀得了他 定然是十五年前 在天荡山脉身受重伤后 销声匿迹 不知为何 流落到了天水国 机缘巧合之下 成为了李云霄的师父 那惊天一击的神采 拼你天下的气势 除了他本人 这天下还有谁能传授 你你这么说 国君五弟古飞扬不仅没死 反而隐匿在我们天水国中 一定是这样 若真是古飞扬大人 那五君可不是入门 而是狗屎 不但如此 若是这个猜测是真的 此事如果被当年 重伤古飞扬的仇家 知道的话 就算整个火屋帝国 怕也要灰飞烟灭 够了 此字话题到此为止 所有人都不得提起 我宠话说在前面 说是此事威胁到了 那位大人的安危 我骆云长便是死 也不将其灭杀 骆同领放心 我和韩家与李家 都是生死之交 比亲兄弟还亲 萧秦王也是受云霄大恩 自然不会泄露风生 不错 云长你便放心吧 这里全是自己人 报 大帅 前面到了水昌城 我们是进城还是绕城走 水昌城 这水昌城城主卓红光 应该也是大王子的人 去了也不会有好脸色 传令将军 绕道前行 是 且慢 大帅 云绍想让大军停一停 让我带着雪昌军 进去淘点口粮 口粮 怎么 菊州粮草不够了吗 不 是因为 请等一下 就是 和大王子的人 借点钱花花 其实 谁定如数不还 是那小子的语气没错了 当然不行 我们是国家军 不是强大 怎么可以 官长 现在是特殊时期 打击敌人 填充自己也是好事 给你们移住箱的时间 快去快回 是 不用移住箱 片刻便回 就在转发了 把人家作词 打击散 粉丝 kadın家作词 杀�bn 快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